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给大家聊聊一个话题是 如果你找对了位置 踩准了你的点 那你的人生可能就会变得会更好 当然了 并没有把话说死 因为生活从来不是死的 不是一锤定音的 生活总是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那么当我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前提性的限定 第一个就是你得承认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本身 这些外在的条件 它是偶然的 你的出身 你的这个背景 你所处的一种时代 都会带来到非常多的这种 不确定性跟偶然性 这是外在的 这是第一个前提 第二个前提是 你得承认人与人之间 它就是有差别的 有些人他就是在天资智商能力 各种条件方面就是比你更好 我知道有一些人 确实可以说是高智商 就他的那种智力 他的这种能力 你没办法就是碾压你 是吧 我确实是见过这种人的 就是他为什么碾压你呢 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吧 就从做学问来说 比如说我们都强调做学问 当然它的基本功是什么 你的博览清书 你一定要就扎扎实实看书 但是问题在于 比如说我们同样的看一本书 可能有一个人 他没有专门进行过 你所受的这个哲学训练 但是可能同样的 看一本迪卡尔的书 看一本这个压里士多德的书 他一样就能够看得很清楚 也许他并不符合 哲学传统的这个理解 但是他能够有很明确的问题意识 他有一种清晰的思路 把这本书呢 一定就能够很快的梳理出来 然后转化到自己的一种生活当中 就是他转化能力很强 他的理解能力也很强 这个不需要他看多少说 但我这里面并不是说是 我们中国人最有一种倾向就是 好吧 那我就把这个命运就交给等待吧 反正我的出身好 我的智商高 我就一定能够干成什么事情 我要说的重点根本不在这里 我要说的重点恰好是在于 你如何找准你的位置 这个踩准你的点 这个玩意儿 它也是你的一种全面的智商能力的一部分 就是你如何正确的评判 首先它的前提是评判你的内外所处的 刚才我说的两种前提性的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就是 比如说我是一个比较笨的人 我知道我是很笨的 我知道我做每一件事情 好像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成功的 我往往都要经过什么多次 甚至两三次 要经过比别人更多的一些坎坷 然后我才能够成功 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有一点点好处 就是什么呢 我可能不太会容易犯同样的错误 当然我们知道 大多数人总是会犯同样的错误的 因为你的性格可能就决定了 但是你能不能尽量地去总结经验 就是能够慢慢地集点你的这种 生活当中的智慧 对吧 这个是可以的 对于比较笨的人来说 那因此了我现在我还是有自信 可能我在有一些对社会 对人性 对一些学术思想的一些领悟方面 可能我是比别人会 还是也能够抓到实质 但我的这种实质并不是在于 我跟前面我挤的这个例子 那些人他就碾压你的能力了 不是一回事 是吧 比如说有些数学天才 但是数学方面 他就是碾压你吧 有些人历史天才 他在收集资料 爬书整理方面 他就是碾压你 对吧 每个人肯定是有他的这个所长的 那对于我来说 可能最重要的是 你的一种品位 你就知道 你适合做什么 然后呢 你就在看书当中 包括看书 大家也都在看书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 一年世纪看了很多的书 他的境界 他长进不了了 因为他选书的品位太差 他看的永远是二流的 三流的 甚至末流的这种书 那看了再多 没有任何意义 看这些名言 仅具 精具 是吧 还觉得自己好像很长见识 但他并没有形成一种非常好的 一种系统化的一种思维框架 和一种认知能力 他是没有提升的 他的观念的水位 没有提升 这是我要说的 就是社会有差别 人也是有差别的 那么因此我们才要说 你如何去进行定位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定位就是 你根据你的一种处境 根据你的一种能力 去采取你的选择 但是都不会否认 人一定是要付出你的能力 一定要去试错的 再聪明的人 一定要试错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 正因为人是有限的 不管是社会的有限性 还是人的一种有限性 也注定了我们有时候很难先知先学 我还碰见很多非常敏锐的人 非常灵敏灵活聪明的人 现在很多的这些00后 90后00后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非常的聪明 有很开阔的视野 在网络方面 有很多最新潮的这种东西 但是并不是说这些人整天就玩 他们就不用功了 不是的 一旦你要用功 再聪明的人 你也都有一种沉下心来 围绕着某一件事情的一种专注的积累 但是最重要的是 在今天你在积累自己的时候 你要明白你自己的所长和定位 你不要被外界的东西去牵着走 你要有一种审时夺势的这种判断 但是你不要被这些外在的东西 比如潮流都在说 哎呀我们去学一个管理学吧 或者学一个什么杂牌专业吧 在中国的大学有很多的这种杂牌专业 就把很多的年轻人就毁了 他也不是学一个传统的文史的专业 但是我并不是主张 你要学一个文史的专业 学一个什么 不一定你能好找工作 但是他这个说不清楚 我知道有一个博主 他可能以前是学哲学的 但是他学完哲学 可是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用 而且我是个女孩 我学哲学干什么呢 包括学艺术的 又是砸钱的 学出来以后又不好做工作 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没用呢 你目前没用是因为 你没有找准你自己的这个位置 说不定哪一天 突然你一个学哲学的人 突然你开到一个美食频道博主 或者开了一个时尚的这种 帮人挑选衣服的这种博主 突然你就绽放光产了 你以前所集电的东西 他踩准了点 找准了一种绽放的方向 但你不知道这个绽放是在哪里绽放 所以今天我虽然告诉大家 我们要找准位置 要踩准你的点 但是这个点什么时候出来 你当然要去试探 去实验 实验当中会有很多挫折 但是实验的过程也是 你永不放弃的 去不断的去积累自己的过程 所以叫做动静皆定 你不要轻易受怪在影响 什么流行 你就去凑什么 那么你永远没有你自己的点 还有一点呢 我也看到很多的人 就是这个世界经常会存在 这种状况叫有德者不一定有位 有位者不一定有德 但我说的德不是道德的德 比如说我读完博士了 我曾经也可以完全在体制内 如果现在按照体制内的逻辑走 我可能早就成为博导 甚至什么处长副校长等等 我相信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走的是一条很难的路 所以说呢 有时候你跟有一些亲朋啊 或者有一些 比如说世俗的大学同学朋友见面 可能大家还看不起 他觉得你自己的位置 你现在混得还不如 一个就是普通的二三流的 三四流的大学毕业 考一个乡镇的这种公务员 我是一个博士 人家一定是以博士的标准 去衡量我现在的这种状况的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发现 当你走出自己的位置 接受另外一套标准 去评价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丧失自己的点了 你丧失到你的点位 我说这踩着位置 找着你的点 所以你不要丧失你的这种点位 那是你不舒服的 你一定要回到你的一种舒适区 就能够发挥你的最大化的 一个期间里面 这个期间里面就是 你有一种用户之地 你能够努力 然后通过你的努力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多元化 也改变这个世界的 单一的一种审美标准 价值判断标准 和成功学的这种标准 这是我说的 有得者不一定有位了 但这边当然是有这种运气的存分了 运气我们是改变不了的 也许你只能通过你自己的一个努力 形成某种气场 说不定哪天机会来了 你都点击找到了一种绽放的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呢 就有位者不一定是有得的 是吧 那也是没有财准位置 没有财准点了 那我们有一句话叫 德不配位必有栽殃了 所以对于那样的人呢 我不一定会羡慕 比如有些人可能在体制内的人 你以前觉得他这个 人品也不行啊 各方也不行 他现在体制内混混 他混得挺好的 混成个院长 混成个甚至副院长 什么样的 但是实际上 我对那样的人 我不一定会羡慕的 因为在体制内大部分的时候 你能够熬嘛 只要你不是太那个什么样的 基本上总能够熬 到一定阶段 尤其到我这个阶段 你熬成一个处长什么 是非常正常的这个事情了 是吧 但是你不一定是有得的 有能力的 那么早晚你会露事儿的 是吧 而且你在这样的位置上 各种的这种 那种卑躬其袭 那样的一种欺辱什么 你自己才知道 但是你可能回到你的这些 你在限要的时候 别人当然觉得 你人模狗样的 是吧 这一点我们也不要去 羡慕 是吧 以其宁言限于 不如退而接往 所以我今天说的是 还是说你如何去 真正的去摆准自己的位置 就是这个耐心的根源 是吧 总会有一种时机 如果没有时机呢 如果真的踩不到这个点呢 那你要重新换一种方式 你这样的根源的过程 你每天过得比较充实自在的过程 也就是你的 点的过程 是吧 你每一天至少 你也都没有浪费 没有浪费光阴吧 所以说最后我还是继续把这话 奉献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 找准位置 财存点 你可能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 当然 这不是一种绝对的 我刚才说的 比如说我们当我们碰见一种 社会的整体的一种制度 社会的不公 面临到比如说阶层固化的问题 在今天这样的问题是 更加的严重的 那些东西也许我们不能改变 我们有时候会发现 人是很无力的 但是在这种无力进化之下 我真的就躺平了 我现在想说的是 躺平也是要找准位置 财存点的 不是谁都可以躺平的 是吧 有一期节目我说 我不太喜欢这种 心理咨询的一种 心灵激当时的安慰 好吧 有些事情你遇到困难 挫折的时候 你干脆去躺平几天 其实你越躺平 你的受挫感是越强的 所以真正最好的一个调整 就是你财存了你的点位 然后你围绕着你的点位和方向 去努力 你就能够总会有一种心态 更加的一种平和和从容 等有机会的时候 你一定是能够绽放自己的 好 与大家顾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